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错误的人结婚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容易犯的错误 而这也可能是一辈子最昂贵的一个错误 关于婚姻 不论男女一旦选错了伴侣 那么都要承担沉重的代价 异性交往 我们容易在爱里迷失 很难判断自己所爱的人究竟适不适合自己 男生一旦动了心 在感情里也很难保持理智 恋爱的时候可以跟着心走 但是如果你打算和对方结婚 就要谨慎去做决定 当你还没有真正了解对方的为人 最好别着急结婚 有些女人虽然长得很好看 充满魅力 和她在一起你会觉得很快乐 也很有面子 可是如果她的人品不好 对感情的态度总是很敷衍 那么未来的路 你们又怎么能走得好呢 每个人的真心都很可贵 应该去爱值得的人 所以交往期间要懂得判断 她到底值不值得你付出 生活中容易和别人发生亲密关系的 往往是以下三种女人 男人一定要看清 一 异性朋友多的人容易迷失自我 有些女人性格很活泼 说话特别直爽 男生大多数都很喜欢与这样的女人做朋友 相处起来更加的轻松 性格豪迈的女人 与异性相处的时候也会更加的自然 她们很难和太过自作的女人做朋友 只能和异性成为知己 这种类型的女人 三观正的都懂得守住底线 男女之间的友情是纯粹的 但是生活中却有一部分女人 她们有许多的异性朋友 她们的关系并不单纯 表面上只是朋友关系 可背地里已经做了超过友情的事 异性朋友多的女人 如果三观不正 她们靠近男人的目的 就是为了获得虚荣心和欲望罢了 她们通常都长得很好看 会参加不同的社交场合 只要有异性主动留联系方式 她们都不会拒绝 对物质有更高需求的女人 会从不同的异性身上得到益处 她们也许收入很低 但是却可以去高端的餐厅消费 还能买各种昂贵的护肤品 这样的女人 往往很容易为了满足内心的欲望 就和别人发生关系 如果你所爱的人有这样的行为和思想 异性朋友特别的多 那么劝你别再执着了 你们在一起不会幸福 三观正的女人 哪怕家屠四壁 也不会践踏自己的尊严 而是懂得靠自身的努力 改变命运 在诱惑面前 不会轻易的妥协 人生慢慢 只有和这样的女人交往 你们的感情 才能走得更加的长久 二 和男人与闺蜜相处的人 太过轻浮和随便 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间久了 慢慢的就会培养出感情 尤其是异性在一起的时候 有些女人总把男性 当朋友 当闺蜜 什么事都和对方说 她们也许是从小的青梅竹马 或者是认识了好几年的老同学 虽然友情是不分男女的 可是如果 彼此是以闺蜜的状态去相处 就容易产生问题 女人的生活上 遇到难题 就会立马找男闺蜜帮忙 时间久了 就会产生依赖的心理 而男生经常和你接触 也容易产生精神需要 会对你越来越上心 所以那些 经常把男人当作闺蜜来相处的女人 对感情太过随便 没有原则感 往往很容易和别人发生关系 朱童长得很可爱 她有一个很好的男闺蜜 她们是初中同学 已经认识将近十年了 虽然上大学的时候 她们不在一个城市 可还是继续保持着联络 朱端过生日的当天 男闺蜜还特地坐飞机 去了她读书的地方 帮她庆祝 当时身边的同学 都以为她们是情侣 朱童却笑着说 我们只是好闺蜜 朱童那时候已经有男朋友了 可她还是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 把时间都留给男闺蜜 总是单独地和她在一起 男友很爱朱童 一直在忍耐着 她不想做太自私的男人 希望给彼此足够多的空间 但是 已经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她们每次都会因为男闺蜜的事情而吵架 有一次 男友就发现 朱童在男闺蜜家过夜 从那一刻开始 她就死心了 男友原本想要和朱童结婚 可她害怕了 和这么一个随便的女人在一起 将来注定是无法幸福的 容易和别人发生关系的女人 她们常常和男人 以闺蜜的方式相处 不懂得保护自己和另一半的感情 不管她长得多好看 却你还是别娶了 否则 受伤的是自己 三 和异性不分鼻子的人 容易越界 有的女人和异性相处的时候 总是不分鼻子 她们会认为 我身正不怕影子写 所以不会和男生保持安全距离 甚至会做出一些过度亲密的行为 可是男女有别 你们只是普通朋友 就要懂得分鼻子 否则就容易越界 那么也会伤害另一半的感情 王小波在黑铁时代里写过 人都渴望爱情 但只有有人关心的人 才能够体会到 什么叫做爱情 每个人都想得到 更多的爱和关心 普通朋友不会经常联系 也不会有越界的行为 真正有教养的女人 她们即使有不错的异性朋友 可只要自己谈恋爱了 与她们相处的时候 就会比以往更加的注意 因为她们很在乎伴侣的感受 不会做玷污爱情和友情的事 容易和别人发生关系的 往往是那些和异性不分鼻子的人 她们看起来很光明磊落 太高看自己的克制能力 结果只会彻底打脸 女人一旦和一个普通男人 不分鼻子 那就会产生依赖感 当她和另一半发生矛盾的时候 需要情感上的安慰 也许就很难把持自己 那么伤害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容易和别人发生关系的 往往是以上三种女人 要看清 一旦遇到 劝你还是别再继续浪费时间了 三观不重的女人 和异性朋友交往的原因就在于 可以从她们身上得到好处 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这样的女人很不安分 你始终无法走进她的心里 所以再坚持也是毫无意义的 男女之间不论关系再好 相处的时候都要懂得把握分寸 如果一个女人 总是和男人以闺蜜的状态去相处 她们的感情迟早会变得不纯洁 很喜欢哥德说过的一句话 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 只有和对的人在一起 你的心灵才能被滋养 可以在爱情里体会到更多的美好与幸福 如果你所爱的女人 与异性相处的时候 会出现以上谈到的情况 那么就不要再坚持了 时光短暂 幸福又很难 唯有和有底线的女人在一起 感情之路才能够越走越顺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